它就是慢 它每天都是 就要走慢个两三分钟 一天 那么慢慢的 我就觉得这个表 它不走了 我就没有带了 没有带好 下一次来了以后呢 我又来给它 它又拿去给我消磁 2015年 魏女市在贵阳市文昌南路 一家名为 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的商店 买了一支 价值一万多元的 浪琴机械手表 隔只带了一个星期左右 就发现 表经常出现走时慢的情况 初步检测后 维修人员告诉魏女士 这表没问题 而是跟她佩戴的习惯有关系 她就叫我上罚条 还有就是 手晚上也佩戴 白天也佩戴 就怕那个什么动力不足 魏女士说 出于对大品牌的信任 每次维修人员说修好了 她就放心地拿走了 可一回到家 却发现走时慢的情况 依然没有解决 她就是消磁 完了以后 比如说拿给她弄 她跟我不知道怎么弄的 完了以后 再来接近要 好了就给你了 因为走时慢的问题 手表在两年质保期内 反反复复修了八次都没有修好 于是魏女士就暂时把表 闲置在家中 可最近她发现 这块手表直接停走了 找到商家进行检测后 商家告诉她 里面的零件坏掉了 需要自费2500元才能修好 就是故意的把我这个脱保了 就故意的两年之间我来了八次 她都没有检查出来 脱保之后她就检查出来了 魏女士认为 在质保期内 手表反复出现走时慢的情况 明显就是质量问题 而每次找到商家 商家都没有告知 她可以返场进行全面检测 因此才导致了现在手表停走的情况 我的诉求没有别的诉求 就是给我修好 就是能正常的走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单不应该我来买 因为是她的失误 导致了我这个手表 没有给我带来 就是带来任何的就是价值 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的维修人员 告诉记者 之前魏女士的手表走时慢 和现在直接停走 并没有直接关系 之前没有返场进行维修 是因为走时慢的问题 是不需要返场的 因为假如说这个部件 它假如是说 现在这种状态就断掉了 它是不会走慢 因为它直接会停走 它这个断掉的原因呢 就是说会是摔的呢 还是摔的 这个的话 因为第一点 它这个材料就属于一个碳钢 因为它的一个材质比较硬 它因为一般断掉 就是说以我们修表的一个经验来判断 就我们修了表很多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断掉 基本上就是说摄楼外力 因为这种摄楼外力 还有一点就是刚刚这回解决说 它这个表是没有一个磕商 这个我要就是阐述一下 它这个摄楼外力 不一定是说 它这个一定要磕得特别的严重 因为它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经验器 对于维修人员的解释 魏女士并不认可 她认为就是手表质量的问题 手表店的李经理也表示 顾客的心情 她十分理解 但手表的确已经超过保修时间 因此对于魏女士要求免费修好的诉求 确实很难实现 最终在记者的协调下 李经理承诺会跟公司进行沟通后 在周一给魏女士一个解决方案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